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天就來跟大家講一個日本的都市傳說, 叫做七人如前。 七人如前是來自日本的都市傳說, 最早是來自高知縣, 後來在四角和中國的地區都有它現中的傳聞。 來到這裡所講的中國地區, 就是日本島上的中國地區, 而七人如前指的就是因為災害事故, 特別是溺水者的死靈, 就好像他的名字那樣說, 是七人組來的, 主要出現了海、河川這些水邊的地區。 遇到七人如前的人就發高消而死, 七人如前之內的一個亡靈就因此而成罰, 而遇害的人就變成交替, 成為七人如前之一。 七人如前的特徵就是人數會維持在七人, 不會增多不會減少。 Misaki就是直譯就是預前, 意思就是在神靈和惡靈出現前的開路靈, 就好像八次鳥和狐狸都是其中一種。 七人如前必定就是七人同時行動, 如果少了一個, 剩下的六個就要想盡辦法殺死一個人, 就令到剛剛死的人成為七人如前之中的其中一位。 所以如果是你見到不夠七人的七人如前的話, 好可能就代表著你就會成為下一個成員。 現在就和大家講下這個關於七人如前的傳說先。 其實最早的傳說是來自安土土山時代, 即戰國時代之後, 根據古書記載, 討助國的大名長宗我部元親, 他的嫡子長宗我部親戰死後, 好疼他的第四兒子長宗我部姓親。 長宗我部元親的嫡子吉良對這個行為非常反感。 他認為嫡長子戰死的話, 就應該是按照背份排名, 由他的弟子長宗我部姓親成為繼承人。 所以吉良親實就開始和長宗我部元親和支持長宗我部姓親的眾神九母親就開始對立。 在九母親戚的殘言之下, 長宗我部元親最後就處決了所有反對派的大臣, 包括吉良親實。 長宗我部元親命令吉良親實自殺, 親實的家臣之中有幾位就追隨著親實一起殉命, 之後在他們所葬之處就開始傳來古怪的傳聞。 據說,包含了親實在內的七名亡靈, 經常在墓地附近作祟, 所以長宗我部元親在這裡進行了儀式, 但也無法消除怨靈的怒氣。 最後,長宗我部元親只好在這裡建一座神社, 裏面供奉著牧寵名神, 希望藉此可以鎮住亡靈。 這座神社就是目前高知市的吉良神社。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呢? 在反對派中除了吉良親實外, 還有位叫江山親兄的大臣, 都被人命令要他撤腹自殺。 他的妻兒同時都被撤死, 總共都是七條人命。 從那一開始, 他們所居住的江村, 都開始有七人遇前的傳聞。 接下來我們就說說在日本各地的案例。 港島縣三縣市, 有一座叫做京寵, 又叫做狂寵的墳墓, 聽說都是用來鎮壓著七人遇前用。 以前在這裡曾經有七個殘暴的山賊, 村民後後就合力把這七名山賊搞定了。 之後這群山賊就變成怨寧了。 於是那群村民們就只好起了驚蟲來鎮住怨氣。 接著就在山口縣的德山市, 即是現在的周南市, 七人遇前是以這個僧侶的姿態出現。 她在手上拿著一個小型的鐘, 以很快的速度移動, 而且她經常會拐走小女孩。 所以那裡到了晚上的時候, 如果不是不得意的話, 家人是不會被小女孩出門的。 如果真的一定要出門後, 就一定要把手指弓藏在手掌中, 這樣就可以逃離七人遇前的魔障。 因為傳說就說只要把大帽子收在手掌中, 七人遇前就是看不到。 而除了這些傳說之外, 另外也有不幸死於陷阱中的平家士兵, 浸死在海中的女朝聖者, 和牆中我母親的繼承問題中被殺死的士兵, 永六時代被處死的間諜等等, 在鄉取縣、鄉村縣, 另外還有七人同行、七人同志和七人同志的傳聞。 在都市傳說中有七人方主、七人法師這些傳說。 雖然名稱和來歷都有不同, 但同樣都是由七個怨靈所組成的猛鬼集團。 近代少少來說就是1990年後期, 那時也有一個直谷七人遇前的都市傳說流傳著。 那個都市傳說就是這樣的, 就說那時有七名高中女生, 就是因為不明的原因, 一個接著一個就死了。 而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曾經做過援交, 以及不小心有了生己有了BB, 最後就不得不做墮胎手術了。 所以那些人就開始傳說, 這七名女學生是因為他們死了的胎兒化作成英靈, 就取走他們母親的性命了。 最後這七名女學生就變成七人遇前了。 上邊所說的就是日本的都市傳說就是七人遇前了。 大家又怎樣看呢? 其實在日本方面就有很多這類都市傳說。 如果換了在你們的話, 在日本見到這樣的樣子, 有七個奇奇怪怪的人這樣走的話, 就記得把手指弓在你們的掌心裏面。 之後我會再找多些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先啦, 大家如果喜歡看的話就記得給個like我們啦, 又或者在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